112年度公費流感疫苗10月2號開始進行注射施打 不管是幼兒園、國中小或是高中職 校園接種流感疫苗的部分 由於家長對於部分品牌疫苗有所疑慮 因此基隆市衛生局也公布 校園流感疫苗注射施打 將以塞諾菲、東洋以及國光三種品牌疫苗為主 施打前也將會先告知疫苗品牌 請家長們放心 我們也提供了校園的接種 目前我們已經開始接種的是各個幼兒園 考量目前疫苗配貨的速度 我們目前在幼兒園接種的 最有可能會是塞諾菲這個廠牌 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會是東洋這個廠牌 接著我們在10月中到11月 會開始其他校園的流感疫苗接種 包括國小、國中、高中、高職、還有五專一到三年級 預估在10月中到11月的時候 我們的配送到的疫苗最有可能的廠牌會是國光 然後也有可能會是塞諾菲或東洋 我們會依照配送的時間跟量到校園去 也都會跟校園學校的老師提早告知 我們會接種的疫苗 學校的同學、幼兒如果對於我們的安排 覺得適當就可以接種 如果在接種的當時覺得我還是希望其他的廠牌 我們也可以在後來再到相關的醫療院所去做補接種 在校園裡面我們也會在接種之前提前告知 那家長如果有擔心跟疑慮也還是可以跟我們的學校 還有我們的現場的醫護人員來做討論 另外機動室衛生局分發到的流感疫苗 總共有塞諾菲、東洋國光以及高端四種流感疫苗品牌 一般符合資格施打流感疫苗的市民朋友 在施打前衛生局也會主動告知 接種的流感疫苗品牌也歡迎市民朋友們主動詢問 流感疫苗我們目前有國光、曬若飛、東洋 還有高端的疫苗 依照中央政府配送的順序跟數量 我們提供給各醫療院所 我們希望市民朋友踴躍接種 願意接種是最重要的 我們也知道有些市民朋友對於疫苗的廠牌有疑慮或考慮 所以我們請幫我們接種疫苗的衛生所 能夠把疫苗做公開的告知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幫忙我們的醫療院所 也做疫苗的廠牌的告知 這個公開告知的方式可能因為各個醫療院所 受限於他們的場地或者是流程 會用不同的方式 有些可能會貼公告 有些可能會上網公告 有些會在現場用口頭告知的方式 都可以 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對疫苗的廠牌有需要了解 也可以主動跟我們的醫護人員詢問跟討論 衛生局長張賢正強調 今年流感疫情比較嚴重 因此再三呼籲市民好朋友 請踴躍接種流感疫苗 保護自己也能保護親朋好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